我真话 要都像我这样 你准烦 没准早把他们砍光了 屠龙啊 在 你赶紧的把这孩子带下去歇歇吧 喳 虚云法师 贫僧在 你当初说的那些话 现今都应验了 可惜啊 我虽然贵为一国之尊 可还是还要处处受制于那些 封疆大吏 王公大臣 我心里明白你说的都是对的 可我身不由己 不还得按照大家 定义的去办吗 一直闹到今天 这样国不国 家不家的悲惨境地 皇太后言重了 我最烦恼的就是这个 真是没有几个跟我讲真话的 还不如你那个小孟灵 我疏忽了 师父一路辛苦了 小李子 在 看茶 蒸 哦 不劳公公 贫僧自己来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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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水满了 碗里的水满了 就再也装不进去了 法师是说 这人心和水碗一样 太后所看极是 其实太后手下的人 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人 他们口袋里的东西太多了 上下左右正反两面 合纵连横 您要什么 他们就给什么 长此以往真闹不清 是真是假了 嗯 说的也是 归根到底 还是自己想被别人骗 有了法师在我身边 我就心里安稳多了 不过法师 我大清 能够度过这一劫吗 太后勿忧 洋人纵然是有野心 但他们也吞并不了往大清 得 总算回来了 不过又该走了 虚云法师 苏王爷一直在等着您呢 不敢 既然苏王爷有请 贫僧必去拜见 不到下面不知道啊 大清国 真是经不起风吹雨打了 这洋人还没到 董福祥和义和团的残兵败将 像蝗虫一样扑面而来呀 把什么东西都抢个金光啊 哎 这地方上的官员嘛 死的死 逃的逃 连个营也找不着啊 这到哪儿去找吃的去啊 哎 这荒山野岭的 这哪儿有吃的呀 哎 我知道 我没有把太后伺候好 可我有什么办法呀 是啊 俗话说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贫僧能体会得到王爷的难处 不过脾急太来 事情总会慢慢的好起来 天下天气正暖 王爷派士兵出去找点野菜 总还是能撑一阵子的 啊 明哥 我就叫他们按照法师的意思办 好在也没有几天了 等到了山西 咱们就到太原去吃刀削面 怎么 要去太原 哎 这是刚一出的主意 眼下什么事情 还看不出头绪 谁愿意多讲啊 也只有他这个书斋子 哎 静冒 傻气 王爷 这太原 可万万去不得呀 啊 为什么 祖亲王求见 叫他进来 给太后请安 太后 该启程了 不急 太后 走晚了 怕无事 路走错了 走得越远就越无事 太后 虚云法师来了 贫僧参见太后 法师 一大早到哪儿去了 贫僧一大早到附近去找点野菜 找到了吗 找到了 上天厚德 赐给了我 炎黄子孙 繁衍生息的一块宝地 法师 我有一事向你讨教 你看看 我身边这么多能人 一日三个主意 如何是好 不拘一格 随事应变 审时度事 全意处置 使能人 良辰 昨天有人建议驻碧太原 今儿呢 又有人立主改到西安 你说我该听谁的呢 我想 肃王爷已有高见 臣以为 应走西安 西安自古是帝王之都 关中大地 雾华天保 离京城脚远 且有同关之险 不怕洋人跟来 将新宫安在内里 朝廷照样可以办公 这就不怕洋人危险 将来和洋人谈判 也有利运作 肃王爷 说得极是 那就改道西行 直奔怀来 快把他扶起来 快扶起来 孟灵啊 快下马 法师 使不得 这可是您的作技 物尽其用 谁需要谁就骑 来 他这么小的年纪 你身体又这么虚弱 怎么能撑得住 来 快上马 来 快把他扶上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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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云法师 别说话 伤神 虚云没关系 我走惯了路了 来 我们继续走吧 来了 想笑 李晨别 G구나 天涯云水路茫茫 го 确天岁月 岁月 吹起 呢 记什么 我 你 小小离生 别不想 天涯云水路茫茫 百年岁月 炊炊老 一路草草的荡 三角群你等绝望 甘子为名如露草 众生无几 缘无尽 吹月光中有一场 小小离生 别不想 天涯云水路茫茫 百年岁月 炊炊老 几度常丧的荡 甘交君你等绝望 甘子为名如露荡 甘子为名如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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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子为名 receptive 一片季 一生重复一片季 别多说伤神 虚云没关系 我走惯了路了 来 咱们继续走吧 是 法师 走 来 师父 这路我能走 只是肚子咕咕的叫了 饿得心慌 你看 那边有个骑马的人 祈云法师 祈云法师 屠龙施主 有事吗 太后一旨 在前面小僧暂时歇息 卓卑职前来请法师 说有要事相伤 贫僧参见太后 祈云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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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得正好 你看着眼下的事 该怎么看才是 博弥陀佛 博弥陀佛 无量断推 因果无常 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好事 至少随家人员都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一颗豆一粒米也是来之不易 明白了 可这肚子里没食不还是空的吗 杜空心明头脑满 还怕粮食差吗 哀家明白了 力虽如此 可是下面的官兵饿极了 只怕是 贫僧刚才看见了刚义大学士 以命人煮好了鼠藤鼠叶汤 暂可冲击 此地距怀来有六七里 贫僧请准先行一步 赶往怀来 以尽一份佛子的心愿 难得法师一片菩萨心 你先去也好 要不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 咱们这大队人马一去 恐怕得把人吓跑了 太后所虑极是 希望能度过这恶难 成与不成就看福报的造化了 nicht 要不在这兵荒马乱 又不在这儿 有所為的 也不在这兵荒马乱 你先去呢 我先去看福报的 冲荡马乱 那儿 你先去看福报的 和我女儿 你来 你去看我 行了 行了 别哭了 老爷 现在这兵荒马乱的 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 哪个不是躲的躲 逃的逃 可就是你 他们跑 我无用不能跑 生死是小 明节是大 身为一方官员 虽不能造福一方 也总不能愧对黄恩吧 再说 过些日子 秦家翁就会派兵前来救驾了 等他到了 我们不就安全了吗 老爷你是知谢 老爷不跑 我们母女就跟着你 可是你现在手下哪还有个听差用命的 是我愧对了你们母女 佛弥陀佛 请问大师是贫僧虚云 虚云 好像听过这名号 只是现在下官无米无良 实在是难与大师结缘 祸福南侧 皆有前缘 这一路辗转西北而行 大小官吏 不是逃 就是亡 唯有贵献至今未走 这岂不是一个大因缘吗 辗转西北而行 法师莫非是 不瞒施主 贫僧是伴地厚西行的一个和尚 原来是位大师 请进 夫人 快倒茶 大师请坐 阿弥陀佛 请 请用 阿弥陀佛 不用劳烦了 刚才你们所说的话 贫僧都已听到了 贫僧有一件事不明 想向施主请教 请教不敢当 大师有什么不明白的 尽管问来 贵宪令说 令亲翁 已率兵马 东来秦王 不知贵亲翁是何人 贵亲翁姓陈明春轩 现任甘肃不正时 说来惭愧 虽说是同榜同科 陈大人现在已是冠居四品了 贵亲翁带了多少人来 何时能赶到 前些日子 他来信 说率精兵五千 估计三四日即可到 如此说来贫僧这三宝殿 是登对了 你扶尔过来 你到了那以后 要先见素亲王 素亲王 下官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 怎么能和当今堂堂的王爷接远呢 大师 你莫说笑了 出家人从不打妄语 什么太后王爷 在我佛眼中 皆是平等啊 原深原浅 原来原去 总不能以官位高低来衡量吧 可是下官倾其所有 也只有这半袋米和一包绿豆 我怎么去见王爷 这比多少金银财宝都珍贵 吴施主的官服还在吗 官服还在 只是多日没有办公 一直都没有穿 还是穿上吧 拜见素亲王总得像个官样 如果太后要是接见的话 大师是越说越玄了 只怕下官连素亲王都见不到 施主放心 如果素亲王见仪的话 请把此物交给他 启奏太后 怀来之县吴勇前来参见太后 怀来县令 她没有逃啊 此时正在门外 赶紧小李子 传她进来 来了 婢子怀来之县吴勇 不知太后驾临于林 迎驾来迟 罪该万死 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快平身平身吧 谢太后 县令是满人还是汉人 禀太后 卑职是汉人 祖籍在哪儿啊 禀太后 在浙江杭州 难得呀 咱们这一路西来 每到一个地方 这大小的官吏 都是溜的溜 逃的逃啊 你家 在人间天堂的杭州 你居然 还能坚持在这荒凉的大西北 今天 又能不忘祖制礼节 身着朝府来见价 真是难能可贵啊 卑职未能为国分忧 实在惭愧 吴志县啊 你这里可有什么食物供给没有啊 回礼公公 这里的东西都给乱兵和全民抢光了 卑职崖内尚有半袋米和一包绿豆 卑职已全部带来 交给了肃王爷 我已经让人熬成粥 等一会儿就给太后乘上来 只怕太过粗劣了 哎呦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有绿豆小米粥 就比山珍海味都强 还讲究什么呀 小李子 土他在 你呀 就按量分配一下 给皇上和王爷们 各承一碗 再给哀家承一点来 有剩余的呢 就给那些贝勒贝子们 承一点就得了 哲 哎 吴知县啊 据我所知啊 怀来县并非穷县 加上你治理有方 这粮食啊 不会被那些乱军和全匪都抢光了吧 回太后 是否抢光了 卑职无从戏查 但是本城百姓大多藏到了附近山里 据卑职推算 他们恐怕还尚有存粮 那你能把他们招回来吗 多了不敢说 三城之中 一城尚可召回 那就再好不过了呀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 也得照看好百姓啊 总不能让他们在这深山老林里过日子 你说是不是啊 要有难同当 有福共享啊 赶紧的 让他们都把粮食拿出来 太后盛名 那这事就交给你吴知县了 明天你就把人招呼出山 成吗 卑职遵命 师父 你怎么才回来呀 我都等极了 是吗 嗯 怎么了 有一个姓吴的 还是这个鬼地方的什么支线 已经找过你四射了 是吴知县 他说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没说 只是一个地儿的唠叨 旧苦旧难的活菩萨啊 你在哪儿啊 你在哪儿啊 我看他还挺神的 就跟他说 丢魂呢 不就在你身上吗 你猜怎么着 他马上就给我作医 还送了小半碗粥给我 你说到不得 哎 师父 是不是当老官都得发神经了 哎 你这孩子 得了人家的好处 还损人家 我也没说他是坏人啊 哎 你看 他又来了 大师 哎呀 哎呀 大师 快起快起 大师 我可担当不提啊 以后建平僧可千万别这么叫了 师父 我没说错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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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灵啊 你一个人到外边去玩吧 我和吴之县单独有话要说 嗯 好 啊 大师 喂 哈哈哈哈 法师 经法师点拨 昨晚 下官不仅见到了肃王爷 还得到了太后老夫爷的召见 哦 这是我一个小小七品之县 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哎 缘分到了 什么事都会发生 啊 来 哎 嗯 嗯 不过 怎么 施主又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哎 为了酬粮 太后让我今天就把躲上山的人都找回来 我一时懵懂就答应下来了 您说这荒山僻领的 我 我上哪儿去找啊 啊 什么事都不能一个人去办 若能一传十 十传百呢 对啊 下官真是急糊涂了 我有个亲戚叫刘福 平时靠百度为生 他认识的人多 我马上去找他 好 多谢大师 老佛爷 有了虚人法师 对圣宝是不是该有个了断了 哎呀 我说小李子呀 你跟了我几十年了 你怎么就一点没长进呢 这圣宝啊 是玩弄玄虚 他呀 就凭一点修为 就咄咄逼人 这虚云呢 却处处忍让 时时的推让功德与他 孰高孰下 毅然立判 连最不信佛的刚毅都一目了然了 对吗 老伯爷圣明 哎 但咱们也少不得圣宝啊 奴才 这个可就不明白了 不明白 这当政者呀 这身边一定要有两种人 一种呢 是吹牛拍马 阿谀奉承的小人与奸臣 另外一种呢 刚之不阿 为民请命的良辰正辰 光有前者呢 你就昏昏恶恶 自大自高 光有后者呢 你会战战兢兢 无所适从 天下这世啊 都是相生相克 只需呀 这当政者心里明白 啊 这条和支配有数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懂吗 老伯爷 尽口圣言 让奴才佩服得五体投地 启兵老伯爷 甘肃部政使 岑春轩率兵秦王已到关外 岑春轩到了 是吴勇带着岑春轩来的 他们这么快就到了 小李子 传岑春轩 喳 传 甘肃部政使 岑春轩觐见 来来来 请 徐云法师 碧秦翁 陈春轩特地来拜望您了 吴彌佛 徐云法师 陈大人安玛劳顿 再加上有紧急公务在身 何必如此拘礼 别让我不管 徐云法师 我可得好好拜一拜 不可不可 陈大人万万不可 请坐 请 大师请 大师 太后刚刚亲口封闭秦翁为陕西巡抚 官圣亮极 这都多亏了法师的点拨 要不是听您说 两日内务必赶到 这顶盖花铃 怕换得不会这么快吧 这是陈大人对朝廷的忠心 是 于是太后和皇上的龙恩 平僧 何德何能 我可不敢贪这个功 法师过谦了 陈某一直被人讥讽为野性难寻的男蛮子 可陈某心中始终未敢望着忠义二字 法师的好处不会永迹在心 今后还望法师多多赐教 心中有佛 何须他人唠叨 陈大人 贫僧敢问一句 你君忠良想尚可维持几日 因急着启程 只能把家里的全部匀出来 大概能维持三日 陈大人 好事多磨啊 还得记住一个忍字 小李子 宣旨 这 不用听旨 着吴勇办理 前路良台 即日随驾西行 这 吴勇 吴勇 你怎么了 启禀太后 臣原本怀来宪令 近日酬粮所欠百姓甚多 臣恳请太后将臣留在怀来 继续为朝廷效力 臣愿与百姓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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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这事儿已经有安排了 传刘福 传刘福 传刘福进见 草民 刘福 宣旨吧 刘福迎驾有功 着继任怀来支县 想七品奉路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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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做支线 我可大字不识一斗 我做不来啊 太后 启云法师 你看这事儿 六祖慧能 原来不过是末房一充米的小僧 当时他就说 人分南北 佛性岂能有南北 和圣能做佛 他也能做佛 后来果然成了一代宗师 听见了吗 刘福 你不到两日之内 祝吴勇 召回许多百姓 小小的支县 有什么做不来的 只要你对朝廷忠诚 对百姓好 就能做个好官 咱们大清利律上 有谁说一定要在金榜提名才能做官的 对不对啊 端王爷 太后圣明 太后圣明 快 快谢主龙温 谢主龙温 谢主龙温 太后任命吴勇为前路良台 眼下 这可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啊 兵荒马乱 国家早已经是千疮万孔 各地官员不是推色敷衍 就是弃官而走 你让吴勇如何干呢 眼下 不讨好 他无勇仍是个欺品之官 随便一个官员都在他之上 你叫他如何调度指挥啊 是啊 法师所言都是实情 昨日太后一任命我就赶到了 可她抗旨不从 这我也不好说什么 这事啊 还是请肃亲王你出面 向太后禀告才好 如果伤了能干事肯干事人的心 以后谁还会临危挺身啊 好 这件事我这就去办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这饭总要吃的吧 今年干山大汗 臣建议应立即派钦差到南方各省调集粮食 首先就进去河南和湖北二省 以解燃眉 那派谁好啊 微臣认为派员怀来县令吴勇合适 太后 微臣认为不妥 为什么 这外派的钦差至少应在四品以上 而吴勇原来只是一个七品县令 连升三级与之不合 更重要的 吴勇年岁不小了 微臣以为还是应该用年轻干练的为好 有的人那倒是不老啊 可一碰到事啊 一眯眼一声不吭 倒真是荣辱不惊 看他那副老成持重 老谋深算的样子 比他老几十岁的 都要老奸举滑 你说他这种人老不老啊 年老心不老 心老年不老 谁中谁听啊 去云法师你说说 回太后 哀莫大于心死 新老比年老更务事 各位臣公还有什么意见吗 太后圣明 刚毅 刚毅 逆旨 这 卓吉令 原怀来县令 吴勇为陕西良道 官居四品 受上方宝剑 到河南湖北 筹集粮草 折 老爷 哪有像你这样的人 当七品之贸官时 你舍不得扔 现在好不容易熬到四品了 你又要跑 你以为这个四品官好当吗 你以为这个四品官那么好得吗 要不是太后恩宠 你知道 从七品熬到四品 要熬多少年的吗 阿弥陀佛 徐云法师 您来得正好 大学 您给平行礼 你看看 他 他要弃官 吴施主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蒙生出 要弃官逃走的念头呢 战乱未平 百姓流离失所 苦不看言 可那些当官的 官还是官 爷还是爷 我们这些当官的家在中间 只能活受罪 再说了 我连一个前路梁台都做不好 又怎么能做好钦差梁道呢 肃王爷 肃王爷不也是反对我做吗 这就是你的错了 其实肃王爷是非常器重于你啊 他越反对端秦王就越要力保你啊 和这是便那法让我接着烫手山药啊 有些事明明得有人去做啊 你说说啊 到底是让那些心歪了的人去做好呢 还是让那些心里面有老百姓的人去做好呢 贫僧斗胆再问你一句 你吴大人自认为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干好 我干不好 行了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吴某人就拼个死活干给他们看看 前面就是西安了 师父 师父 孟灵啊孟灵 我说你是猴子屁虎坐不住是怎么着 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啊 人家刚到西安 还不能出去看看啊 我原来小 只要别碰上什么大师兄二师兄老毛子小毛子什么的 就该没事了 可谁知道这儿比北京还惨 怎么了 一出去啊就净碰上死人 城外的人想进城当兵的就是不让 你说倒霉不倒霉 让我们进去 回去 回去回去 佛弥陀佛 请问为什么关门呢 这是陈春宣大人的命令 不能再让灾民进城了 陈大人 佛弥陀佛 陈大人 为什么大白天的也要关城门呢 不关不行啊 灾民越来越多了 现在已经饿死人了 每天涌入城里的难民少则数千多则上万 再怎么下去西安岂不成了西部案了吗 那这些人也不能在城外饿死啊 哎 眼下 干陕大旱 两天失收 就是把整个西安城的粮仓都打开 也维持不了多久 大量的难民用进城里 就是一点火星 都能引出大乱子 惊动了皇上和太后到时候怎么收拾 但是北京的乱民就是前车之箭 那我们也可以在城外多设几家粥厂 振际灾民 那得看看粮食的情况再说了 吴大人还没有回来吗 大概也就这一两天的事了 菩萨保佑他 吴大人快些回来吧 哎 叫大家再快点 明天我们就可以到西安了 大人 没法再紧了 你又不肯多上点吃的 我看我们还是放羊吧 这是什么人 竟敢在本粮台面前横冲直撞 大人 如今除了功力出来的 还有谁能跑得这么快 走吧 启禀王爷 陕西梁到吴勇押梁回来求见 传他进来 是 陕西梁到吴勇叩见王爷 吴大人请起 谢王爷 吴大人 这趟湖北的差事办得怎么样 回禀王爷 今年湖北的收成也不好 下面的官员想尽办法帮在下办成了这趟差事 办成就好 只是 只收上了七成 你赶紧了 你赶紧把粮食运进城去 这 这 你赶紧了 我一定要让他 我帮你 你给我 嗯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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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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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爷爷也是几天没有 没有吃东西 这是怎么回事 那边饿死个人 他们在墙里吃 我这口气要没了 爷得让他们给吃 博弥陀佛 菩萨保佑 平生你该怎么做 徐云大师 徐云大师 吴大人回来了 刚回来 您 您怎么了 你看一看 这悲惨的情景吧 我中华子孙 什么时候 才能从浩劫中解脱出来 但凡 有一州一汤 使这 也能救活不少百姓 吴勇这一路 罪孽深重 使去向菩萨 忏悔去了 吴施主 黄土裂锋 千里劳顿 筹调粮食 有什么好忏悔的 不敢瞒法事 为了征集这点粮食 下官这次在湖北 逼死了好几位县官 怎么 我手持上方宝剑 严令各县 按起按数 交送官粮 孝干县令 在交割那天 对我说 如下一来 先是山东 后是河南 难民 如潮水一般 用尽孝干 他们开仓正在 库里的米粮 全部消耗殆尽 这次 为了朝廷应急 他们全线 苍里扫 嘴里扣 一声半斗地 积在了一起 才凑到如今这个数 可到最后 还欠两担 一百来斤 孝干县令 他说 他再也不想 不想从孝干 百姓的口里 口包命粮 结果 结果怎么样 他说 不敢为难于我 要我拿他 一百多斤的肉身凑数 押运回西安 行应复命 怎么复命 他当当 出关身亡 无弥陀佛 大善大德 要是我的身子 能够变成粮食 就还一些百姓 该有多好 大师 你可千万 佛菩萨 你能不能告诉 虚云 在西安 到什么地方 能找到粮食 去救这些 垂死 挣扎的 鸡民 大师 您别太难过了 下官去想办法 你 大师 下官不还是钦差两台吗 就请大师安排一下施州厂吧 粮食的事我无有来解决 果真是这样 那真是功德无量了 他无有的胆子也忒大了 他还说 菩萨眼里一视同仁 城里城外都是人 救救要先救 他这么擅自作为 叫我在太后的面前如何交代 快把他给我押来 是 快 快 太后 臣 城皇城口 用人不当 都倒十方 结果 捅下了这么大的炉子 那胡勇呢 回禀太后 吴勇已经 被罪制裁了 啊 虚云法师 这就是你画原画来的 你怎么说啊 贫僧认为 吴勇是忠于朝廷 忠于太后 是大清的功臣 接着说 吴勇他千里酬粮 沿途 沿途不肯动一粒米 不贪赃 不谋私 只想为朝廷安民心且民困 为太后 积佛德 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他已经明了 此事与智不合 做好了一丝表忠心的打算 这样不怕死为朝廷 为黎民苍生 难道不是忠臣吗 虚云法师的一席话 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了 太后 其实哀家 早就下过遗址 只要有粮食 就把他放到西安 各寺院 去镇济灾民 是不是啊 虚云法师 太后 逝取诺过此事 无庸所作所为 不正是 按照哀家的旨意 去办了吗 真是忠臣不怕死 他是 为了我们大清国的江山设计 什么都可以置之度外 传指 追赠吴勇 为忠义侍郎 后葬成熙 公元一九零一年 虚云离开西安 独自一人 前往中南山狮子岩 睫毛静修 字号虚云 他曾在茅棚里 入定半月之久 一时传为佳话 后因云南基族山 乃佛祖大弟子 家舍尊者的道场 但多年来道风沦丧 遂发愿重振基族山 一九零二年 他一颤一纳 徒步从四川到达云南 它的浴宿 三十五张 下半月之后 是回应和平纳 一九零一纳 二十五张 主持人 海浮宿 西安 什么空 一九零一纳 下半月之后 杜老师 下半月之后 海浮宿 你又没有投机去巧啊 天地良心 从中南山出来 您给了我这么一大包树子 叫我念一句 就蒸一粒树子到地上 说是扔光了 鸡足山就会出现 虽然有几次睡觉的时候 我想抓一把全都扔掉 但是一想起师父您说过 心不成就不灵的话 我就害怕了 所以我真的没有那么做 心成则灵 看一看 你还有多少树子 就剩这么一点了 这么说 鸡足山就该到了 真的 鸿妈咪把眉红 鸡足山 这一路上 我都磨破十几双鞋了 鸿妈咪把眉红 鸡足山 我这一辈子还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呢 你猜多大呀 一辈子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我可不想像您一样 一辈子走来走去的 既受苦又受累 还浪费时间 凡是有好处也有坏处 从坏处看呢 是受苦受累浪费时间 从好处看呢 那就是 魔力身心 行万里路 破万卷书嘛 不明白 师父 你看 都应该讲故事的时间了 好 我今天给你讲一个 老婆婆的故事 坐下歇会儿 话说从前 有一个老婆婆 她是晴天也哭 阴天也哭 后来人们就给她取了一个哭婆婆的外号 师父 她为什么老哭啊 一定有什么伤心事 一位禅师觉得奇怪 就问这位老婆婆 说老婆婆 你为什么一天到晚总是哭啊 你有什么伤心事吗 老婆婆擦干眼泪说 哎 我呀 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了卖布鞋的 小女儿嫁给了卖雨伞 这一到了晴天 我就想起了我的小女儿 她的伞肯定卖不动 可到了雨天 我又想起了我的大女儿 她的布鞋肯定也卖不动 每每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这心里就特别难受 所以就掉下眼泪来了 师父 这姑婆也怪可怜的 哎 您说 要是她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卖布鞋的就好了 哎 哎 师父 那后来呢 后来 这位禅师啊 就笑着 开导她 她说 老婆婆 这个事情你要是把它倒过来想 你不就会高兴了吗 嗯 比如说晴天呢 你就想你的大女儿 她的布鞋一定生意兴隆 要是下雨天呢 你就想到你的小女儿 她的雨伞肯定卖得好 这样倒过来一想 你不就高兴了吗 哎 我怎么没想到啊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涯云水路茫茫 白天岁月吹吹老 几度沧桑的德华 嘲笑凌晨别不想 天涯云水路茫茫 白天岁月吹吹老 几度沧桑的德华 三角群你灯绝岸 甘子为你陆路套 众生无济缘无尽 垂月光终有一场 一场哲笑凌晨别不想 天涯云水路茫茫 白天岁月吹吹老 几度沧桑的德华 甘焦君你灯绝岸 甘子为命路路套 众生无济缘无尽 最远光终有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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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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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是拿不去的 不如各走各的路好 死到临头你还见狂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别倒了 你们别倒了 别倒了 这样恶斗会杀人性命的 有什么仇恨解决不了 可以你坐下来慢慢谈吗 小姐们 从哪儿冒出来的 是不是这小子的情妹妹呀 我不认识她 那你还管这等闲事 这还叫管闲事啊 你们这样恶斗会伤人性命的 那你是心疼我呀 还是心疼她呀 人人都一样 都是父母所生 伤生害命 会种下大乐阴的 这小娘们长得没清目秀的 怎么脑子有毛病啊 姑娘 这没你的事快走开 各位兄弟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逼我 咱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好 站住 要走 先留下脑袋 真是蠢子要病 留下脑袋 我还怎么走路呢 你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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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妹 快走开 你不要灭了 这小娘们爱手爱脚的 我杀了你算了 我说过你们不要逼我 还不快滚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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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 你杀了他 哦 是啊 我要不杀了他 你还能跟我说话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要杀你 是我救了你 我和他无怨无仇 他为什么要杀我 真是个傻姑娘 好了 快赶路吧 你这个人心肠怎么这么狠 他刚才还是活生生的 现在一转眼就 我没工夫给你唠叨 姑娘 你要干什么 人死了 总不能让他暴食荒野吧 来 哎 姑娘 姑娘 你不会是个尼姑吧 我干娘 是尼姑 我从小是在尼姑庵长大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杀死 怪不得 怪不得 那你的爹娘吗 不知道 我才几个月的时候 他们就把我放到尼姑庵的门口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的 你杀了人 还不赶快和我一起忏悔 啊 姑娘 你从哪儿来啊 湖南湘湘 这么远的路就你一个人啊 我干娘拖替经商的居士 带我到金沙江边 她是到这边做药材生意的 你不怕在楼上遇到坏人吗 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我怕什么 那你这是去哪儿啊 我去鸡足山 去鸡足山干什么 去找虚云和尚 虚云和尚 就是那个陪着慈禧西行的虚云和尚 你认识他 认识 姑娘 那我陪你去找虚云和尚怎么样 好啊 但是你不可以再杀人害命了 好 好 我答应你 可你也不问问我 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我说 好坏只在一面之间 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 你现在的这一面就是好人 真是个可爱的傻姑娘 别磨磨蹭蹭的 快点 把那块木材拿过来 这只木头它是湿的 你怎么木鱼脑袋呀你 快点快点啊 我说你能不能过来给我帮帮手啊 瞧你这一脸晦气的样子 早晚你得把我磕死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能不能再等一天 还等什么 孩子都断气了 快点 可他还有救呢 我明天再找个郎中看看吧 放屁 孩子都厌气了 还看什么 趁着阳气未尽 赶紧烧了 请和尚念念经 消除他的业障 超度他 还来得及升天 赶紧干活 赶紧干活了 我告诉你啊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你妈妈在天堂里 那舒服的日子 真叫人羡慕啊 你我还真没这个福分呢 赶紧干活去啊 来 快点 快点 快说什么话 屈抱 你看他们那干什么呢 快点 快点 快 扑米婆婆 大师 不知大师驾临 多有得罪 请起 来来 你们搭这个牌子干什么 烧人呗 烧什么人 跟你差不多大的孩子 瘸子 叫你别胡说 大师 是我孙子 是瘸子的儿子 他阳寿已尽 什么阳寿已尽 他没断气呢 没断气 怎么能火葬呢 是病了吗 是眼下流行的一种怪病 很多人都死了 姬祖山的和尚说 是业障 要念经消业 看见来念去 我看没把神尿 瘸子 别胡说 贫僧略懂医术 能带我去看看孩子的病 真的 那是 不过我们已经请示过大法师了 我们是按照他老人家吩咐去做的 大法师 哪位大法师 您不是从姬祖山来的 贫纳从长安来路过此地 正打算去朝礼姬祖山 你该到哪儿化缘去就到哪儿化缘去 我们这儿在忙着 快干活去 快 那孩子 我们自由主张 不用外来的和尚 涛心 看过来这个山头就是冰川县城了 您到那儿化缘去吧 走 快走 赶活去 终于到姬祖山了 师傅 我要吃他八碗白米饭 吃他三天三夜 什么 你想得倒霉 不被打出冰川县 就算你的福分了 你狗腰吕动兵不是好人心 师傅 我们走 大师 瘸子 别惹麻烦 干活去 快干活 师傅 看 开门 开门 有人吗 有人没有 来了 阿弥陀佛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是从远道而来 想在此投诉一夜 明日去基足山去朝礼 请施主行个方便 外来的和尚 来看看这个 看看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还不明白 本店盖不收留外来僧人和叫花子 你们还是去别处 这是极有自理 师傅 你是僧人 我是叫花子 怎么都不收留我们 一切随缘 我们再到别处去看一看 走 走吧 师傅 对家客战 我们都跟见到鬼似的 我们可以住这儿吗 我看你们还是别再费心思了 再走二十里路 到基足山上的庙里去住 我看你们这一老一少爷怪可怜的 可是基足山那些和尚我们可招惹不起 要是让他们知道了 这小家就别想开了 你们还是快走 快走吧 我们这可是小本生意 你们别再给我们添麻烦了 师傅 这家客惨了 赶了几个月路 跑到基足山来干什么 可怜 我念了十万八千句 佛号也不管用 师傅 我们还是回去 几千里路都走过来了 还怕这二十里路吗 走 咱们到基足山去挂单 师傅 我都快饿死了 你早上也得饱饭一顿再走吧 好 先找个饭馆填饱你的小肚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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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里面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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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好 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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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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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半斤 好嘞 一位 吃吧 英雄 不发现实 四十里 这人 怎么的 限斗 一看就是外地来的 不懂规矩 师傅 你看 佛爷来了 里边请 你认识我们 小佛爷说笑了 山上的佛爷 小的怎么敢不认识呢 佛爷们是先喝酒呢 还是先吃晚饭店里点再喝呢 是喜欢加鱼肉 还是牛羊肉下酒啊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出家人 借杀生 借酒肉 有一碗粥 几个红薯就够了 好的 马上来 快点 这才像和尚的样子 要不然天下就大乱 是 云木混猪 这也不足为奇 来 喝 今天这 怎么了 一个人都他妈不张眼 算了 今天还有正事要办 给 你们真的吃醋 不来点 你啰嗦什么 出家人喝酒吃肉 那是要做兔生道的 你他妈说谁的 不张眼 你这个野和尚 爬到我积属山上撒下来了 滚 快滚 英雄 少安勿躁 这老和尚绝非等闲之辈 小儿 小儿 你妈在桌子是不是盯了呢 佛弥陀佛 二位施主可是积属山常住 那 那 他怎么样 贫娜 行脚至此 正打算明天上山礼佛 如果刚才有什么冒犯 还请慈悲观照 哎 这还上去人话 小儿 以后在佛门里会 要读点规矩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我又不是和尚 我又没出家 哎 哎 这倒新鲜了 这剃了头的不是小和尚 这老和尚又不剃头 我看今天你们是成全跟我作对 是不是 都是佛爷 都是佛爷 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 哼 今天看在殿下二的份上 爷们儿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还不给我们爷们儿磕三个响头 磕 磕 头 磕 算了吧 两位师兄还有正事要办呢 哼 今天 就放你们一马 别让我们在山上见到你小子 老人 哎 佛爷 慢走 快点吃饭吧 一会儿还得赶路 嗯 我们走吧 小二 结账 哎 那位法师的饭菜钱算在我的账上 另外再给添两份素菜 好嘞 走吧 好 师傅 风手皮很苦的 嗯 不忘农苦苦 长思佛祖恩 心中无苦 哪来的苦啊 哎 佛爷 嗯 这两道素菜啊 是刚才那位客官爷给您点的 啊 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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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给啊 佛爷 佛爷 我这儿都准备好了 啊 啊 啊 师父 外号 外号叫鬼剑仇 用铁佛珠基物百伐百众 还有一位胖胖的大师兄 我看您这老和尚和别的和尚不一样 就跟您多说两句 这基族山啊 我看您就别去了 修什么呀 刚才那个敲铁武人画园的那个 敲一下就是一两银子 敲两线就是二两银子 您要是给慢了 他连敲个三线五线 那谁收得了啊 啊 这画园画园就是要人家心甘情愿吗 要是我 我就不给 你不给 你要不给他就在你门前敲上几个时辰 那这生意还能做吗 你说 大家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再说了 最近冰川闹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流行病 现在已经死了好多的人了 哦 他们说画园是为了举办一个什么消灾严寿的大法会 谁不想破灾免灾啊 这病有什么症状吗 忽冷忽热 浑身发抖 昏迷 说胡话 最后就大法师说 咱们冰川人不全心共佛 这是业障 现在弄得人人都害怕了 这县城里有药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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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爷爷说了 我是个克星 把你奶奶给克死了 你妈妈又失踪了 这回该轮到你了 明天他们要用一把火把你给烧掉了 要是没有你 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儿啊 你就醒醒吧 福弥陀佛 大师 大师 这孩子 让我来看看 好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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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怎么样大师 这个孩子并没有死 只是昏迷过去 真的大师 求你爸爸慈悲 求求我的儿子吧 孟林 你马上把这副药煎了 给它喝下去 每两个时辰备一次 如果孩子醒过来的话 你再把这副药煎了 让它喝下去 大师 他真的能醒过来吗 如果孩子命不该绝的话 最迟明天早晨就可以醒过来 谢谢大师 谢谢大师 大慈大悲 谢谢大师 谢谢大师 大慈大悲 谢谢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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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只怕我会下地狱 娘走了 你也走了 刚才在县里听说 我那苦命的双儿也走了 这都是我的罪业连累了你们的 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怎么也拔不出来 爹 娘 娘 宁儿只好等到九节之下再和你们诉说 师父 那个小孩得了什么病 是瘧疾 您抓的药能治好它吗 不知道 这是一种传染病 眼下还没有什么特效药 十几年前我到印度朝礼佛剂的途中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隐士 向他讨了这个药方 也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唯求我佛慈悲保佑 师父 这儿的人也真够愚昧的 哪有人还没有断气就要火化的 云南过去没有火化的习俗 恐怕是山上的师父害怕传染才出此下策 师父 那有一个包袱 谁丢的 还有银子首饰 师父 我们发财了 孟灵 我相信别人丢下的东西不可归为己有 有人跳水 师父 大嫂 大嫂 这么晚了 您怎么一个人敢录 中午在饭馆里不是有两个和尚和您在一起的吗 孟灵 您啊 再去使点柴火来 好 师父啊 既然和活门有着甚深的因缘 何必用轻声来回避痛苦和烦恼呢 大师父 你见过地狱吗 是不是很恐怖 内心的恐怖 原生于地狱的恐怖 忏悔有助于宵夜 我每天都在忏悔 罪从心起 将心忏悔 心若灭罪已忘 心灭罪忘 两句空 则明被真忏悔 虽缘消旧夜 不再造新秧 浮海无边 回头是岸 要是大师父刚才不救我 或许我已经到了 不 那不是岸 那是深渊 原始不能百了 姨妹 姨妹 想也了不掉了 大师父 想请您一件事情 明天早上 城西郊外有一个病死的男孩要火化 请您去念念金超度这孩子 希望他下辈子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是瘸子家的小男孩吗 我师父说他没死 还给他药吃了呢 明天早上就会醒过来的 活菩萨 亲手一妹一半 快起来 我不是活菩萨 生死要看孩子的造化 这孩子的爷爷非常固执 你心 不知道明天早上 这孩子是您的儿子吗 我答应你去看一看 施主啊 人生难得 活着能做许多善事 这些事情能帮助人 消除罪悦 万万不可轻生 明天记住了大师的话 这么晚了 你们住哪 祭族上各寺院 都不受留外地僧人挂担的 老纳你习惯了 随意而安吧 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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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啊 你怎么还来啊 你怎么还来啊 我们两天门足足等了你一个时辰呢 你 你怎么了 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怎么向大法师交代啊 没事了 回庙里去吧 医妹 你回来了 回来就好了 城里没有人认出来吗 没有 医弟的事情安顿好了吗 已经请人下杠了 入土为安就好了 人嘛 有来必有往 有生必有死 亲人聚散 也就是个缘分 缘聚则合 缘散则分 来时欢喜去时悲 人生谁舞这一回呀 没有什么好悲伤的 去吧 去你的静世 逼人修行吧 近期嘛 你就 不要跑到路边了 是 师父 今天山上各寺 共收的香火钱文银二十两 博士收入文银三十两 三师弟和四师弟化盐所得二十两 和第七十两 已如数入库 好啊 今天山上有一个村民染病 有两个人已经死了 要起早安排火化 法会议准备的怎么样 最迟三天以后可以举办 县城里的末房主 刘掌柜的孙子死了 明天火化 他把银子已经送过来了 您看 安排几个人去做佛事 有三五个就够了 是 山下来了一个行脚的和尚 说是明天要来朝山 这种事也要禀报我吗 我看这个和尚非同一般 有名有姓吗 我打听过了 说是叫虚云 一个老和尚朝什么山 是 是 明天他要上山 我就把他打回去 我说过打了吗 要用脑袋办事 不要光凭两只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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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羞腿都不能受啊 不说 昨天你就说没有断气 还精心了那个野和尚的话 说今天早晨孩子会醒过来 差点错过了指日凉语 我问你 孩子醒过来了吗 你赶紧快走吧 不能受啊 爹啊 等身吧 爹啊 师傅 快 去 K жизни 升星耳的 睡觉遗ウ知道 带吃关了 是 快点快点 不能上了 不能上了 你们不能上了 你们的 你咋事 你不是说 让他为亲过来的吗 你为什么要骗我 骗我 骗我 不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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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儿子 不能上 活了 他动了 动了 他活了 他活了 爹 他活了 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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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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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往上去看看吧 老和尚从哪来 今天从长安来 请问 上山进乡 正是 留钱买多钱 人家香火钱 都是放进工德乡里的 我们还没上山见到庙呢 怎么就交钱 交不交各山有各山的规矩 不交走 走 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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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和尚 老和尚 干嘛 来 来 来 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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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走 别当我们餐馋 请问 这叫什么馋 这叫麻将馋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来 过湖了 来 来 来 师父 这只狗真漂亮 博总装 还挂了一块股田 普通人性 别去碰它 回来 走 好 佛弥陀佛 凭那自中南山远道而来 是路远还是心远 心中无相 天涯就是咫尺 既然无相 何必上山 如不上山 怎知无相 好一个无相 那站在我面前的老家伙是谁 是你眼中的老家伙 还是心中的老家伙 非眼非心 阿弥陀佛 师父 这是干什么 这位法师在考我呢 我们有事赶路 跟他啰嗦什么样 不啰嗦 我们就上不了山 法师果然厉害 张老虽然身材高大 只是斗笠太小了 这斗笠虽小 可大千世界全都在里面 寇头禅乃是莫留小记 禅宗以无声无语为最高境界 师父 师父 什么意思 这位师父要和我比划首饰 不用说话谁不会 你先跟我切锁一番 剩了我 再跟我师父比试 你好大的口气 如果输了 就请二位永远不要踏足 低足山一步 师父 信我吧 还啰嗦什么 来吧 瞧你那样子 比划不出什么怪动作来 问得好 这叫一元像 意思是你的心怎么样 可以说 打得不错 如大海 一身呢 如五戒 这小子不能轻视 看样子他已经深得佛法要力 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三界 这小子可未必知道 在我眼皮底下 厉害 如此简单的诠释了佛法深意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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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孟灵 是谁教你的 刚才这一来一去都暗藏着禅机妙语 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师傅 刚才那和尚也不知道从哪打听到我以前卖过烧饼 他先用手比划 说说你这个烧饼就这么小吧 岂有此理 于是我就用手画了个大圈圈 回答说这么大 他又问你这烧饼一个多少钱 我说五文钱 然后他又讨价还价 说三文钱买不买 好 我然后就出了个鬼脸加以拒绝 他好像没钱的样子就走了 看似高深悬傲的佛法辩论 那竟然是一场驴臣不对马嘴的误会 荒唐 师傅 怎么样 我赢了吧 你赢了 师傅 我们是不是可以上山了 当然了 有你小孟灵在 还有什么战胜不了的 你怎么回事呢 走吧 站住 人倒了 站什么 想打架吗 打架 我们今天不打架 我们是来 比武来了 你们这一关 你们就休想上山 比就比 谁怕谁 这 你们行吗 看来这位师傅的臂力确实惊人 能把这两三百斤的铁木鱼玩得团团转 但不知道能否用自己的双手把自己举起来 这有 哈门 来 像什么 你们谁会 梦银 梦银就可以 梦银就可以 师傅 我不行 不行 能行 不就是用双手把自己举起来吗 这太简单了 师傅 我要 银飞弬要 好 太好了 不过你会这个吗 这个会吗 这个我不行 但是我可以在二十步外 用石子击中这个斗力 蒙灵 这也叫本事 三岁小孩都能做到 圣 Audrey 圣诞 圣诞 巢 上下离城 别故乡 天涯云水路茫茫 白天岁月吹吹老 几度沧桑的德华 潮潮临水也不想 天涯云水路茫茫 白天岁月吹吹老 几度沧桑的德华 山脚群里灯绝岸 甘子为你陆路荡 众生无极远无尽 坠月光中有一场 地几度沧桑的德华 山脚群里灯绝岸 大大神 几度常常的渴望 三角群里灯绝暗 胆子为命如露堂 众生无几 缘无尽 随月光终有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角群里灯绝暗 一生中不一片晴 百年十亿一代习 一生中不一片晴 一生中不一片晴 这个你会吗 这我不会 但我可以在二十步外用石子击中斗笠 孟灵 这叫什么本事 连三岁的孩子都能做到 好 笑话 你再挪开五十步 也不在话下 那你来试试 试试就试试 站在这里 不行吗 谁怕 谁 你快扔 你不是百步穿羊吗 不过你要小心 要是掉下去 那可是血肉模糊 不过来 你就慢慢发抖 我们先走了 千万别动 一动就会摔下去的 师傅 我们走吧 走 帝子们无能 未能阻止血云上山 这也不能全怪你们 这个老和尚并非等闲之辈 他现在在哪 应该在滑手门 滑手门 香也上了 佛也败了 他该下山了吧 是 是 弟兄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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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这老和尚 已经被吓跑了吧 我看 未必 未必 师傅 师傅 你看 前面有人 好 师傅 有人吗 施主在家吗 谁 大喊大叫的 这么好个梦 刚做了半截 多可惜 叫了我的好梦 施主 老头 老头 你有好的窝蓬不睡 怎么跑到树上睡鸟巢里了 笨蛋 你见过 鸟窝有这么小的 你睡在树上不危险吗 老头 你懂什么 鸟在树上悠悠然 人在地下难成眠 来 老头 我扶你吧 你才老头呢 佛弥陀佛 后学虚云 顶礼老 慢 你说 你叫什么 贫僧虚云 虚云 你就是虚云 多响亮的名字 耳朵都沾聋了 你就是那个当年陪着慈禧西行到长安齐雪消灾的那个虚云 那还有假 徒有虚名 请老法师勿要见效 贫纳 听说老法师三十年如一日在此开山修路 造福民众 身为佩服 佩服什么 修路谁不会 人人都会做的事情未必人人都行 贫纳想在基祖山驻山修行 还请老法师多多的帮助 你这是说疯话 说疯话 我既不懂佛法又不懂禅礼 除了修路就是吃饭睡觉 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修路 老黄回来了 咱有饭吃了 有饭吃喽 看看 老黄把什么给咱呆来了 快请坐 善呆 你这条狗会买东西 那当然 反正比山上这些穿黄甲衫的和尚强多了 坐 老师 看什么 看月亮 月在何处 这条狗 大好虾光 大好虾光 除多余目真难辨 休把霓虹荡彩霞 光寒万象无金谷 不属阴阳绝张车 好 好好 有意思 太好玩了 发师 今天晚上 咱们得好好地聊聊 you 好 好 这一球 这一宿 法师 这一宿 把我前三十年没说完的话都说完了 多谢老法师开示 凭那受益匪浅 告辞了 你打算往哪去 我想在后山搭一座茅棚暂住 不是长久之地 再说后山那帮和尚未必让你搭 我倒有个地方 前山的 你们绕过那个小道 在僻井处有一个破寺 叫博鱼庵 几年前我在那住过 现在空着呢 二位不妨过去住吧 多谢法师 蒙灵啊 该起床了 快起 快起 真舒服 今天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快起了吧 那我先打水去吧 好 师父 师父 你看 各位施主快快醒起 各位施主快快醒起 除非活菩萨答应救我们 我们才会起身的 如果贫纳能以一己之能 帮助各位施主的话 定当万死不辞 起来吧 我们都心说 城里末房主刘掌柜的孙子着了魔 都昏迷不醒了 死到临头了 将要火化的时候 活菩萨您念动真言大发神威 将他救了回来 我们这里有很多人都着了魔 求活菩萨发发慈悲救救我们吧 各位施主 各位施主 你们都误会了 贫僧只是一个普通的突家人 那位小施主也并非着了什么魔 只是患了一种有传染的疾病 贫僧只不过是略懂医术 手上又有一个秘方 碰巧救了那位小施主 活菩萨何必谦虚呢 近来我们这里死了好多人 许多郎中都说是无药可救了 山上的大法师说是业障魔障 射痰驱魔虽然救下了几个 但大部分都死了 活菩萨 你法力无边 请不要再推辞了 救救我们吧 迷者自迷 悟者自悟 各位施主 请千万不要喊我活菩萨 以免为贫僧招货 现在请你们把病人抬到店里来 我来看看他们的病症吧 已经查清楚了 由于那个封和尚了成的帮助 许瑜已经在伯玉安住了下来 现在有很多人都跑去他那儿请他治病 我们姬祖山几十年的规矩不能坏在他们的手上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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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动手就要干净利索 拨鱼安那座破庙留着也没什么用 不如 好吧 你们几个现在就去拨鱼安 随你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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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刘施主 请进 刘施主 很多人都跑到伯玉安去了 你怎么没有跟他们一起去 在基督山 我只相信大法师您的法力无边 那个叫徐云和尚的 不是叫你孙子活下来了吗 不是他 我听二师兄说 那天大法师您一直在法坛上念咒 在关键时刻驱走了魔杖 我孙子才得以生还 而那个野和尚不知道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孩子虽然活过来了 可现在您看变成傻子了 难得你善根深厚 我给你这样的人特别的加持 让你造木佛法甘露进入西方净土 谢大法师法恩 好了 你跟我来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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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妙算 你现在再看一看 还有几枚 怎么只剩下两枚在这 有一枚在这里 大法师 您可是神人 刘施主 这是其人地灵气和和而成的极乐丹 你把它吃下去 我要带你去西方的极乐世界 现在你的心念和我的心念 已经融为一体了 我这就带你去净土佛国 闭上眼睛 用心来看 在你的面前 有一条用珍珠和黄金铺成的大道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你踏上这条大道 一直往前 天国之门 正向你敞开着 从里面传出 无限美妙的音乐 你看这里的一切 都是由七宝组成的 飞翠 飞翠做成的莲花 琉璃铸成的大树 珍珠装点的花朵 仙人们 无忧无虑的在林间漫步 恶挪多姿的仙女们 偏偏情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 现在你飘起来了 飞起来吧 太好了 真舒服 好 嗯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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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家的孩子 怎么跑到这来了 他们都叫我双儿 双儿 快进来 一会儿人看见就麻烦了 快 这里好漂亮 你是双儿 你爹爹是 我爹爹是个瘸子 你妈妈呢 我没有妈妈 她走了 你的手好暖和 双儿 你待在这儿 千万别出声 听话 一妹 这门怎么没锁 我刚才弄花 以后小心点 走吧 你看上去有些疲倦 都是那个西云老和尚闹的 一个老和尚 就容他在山上搭个草棚安身吧 你懂什么 她是要砸我的饭碗的 你怎么又怀疑了 我正想办法 好了 这个孩子 让他生下来 真大 真大 你哭什么 我是高兴 那以后 以后怎么办 你呢 你怎么进来的 我要尿尿 你 你把他放进来的 你踢入的孩子 说呢 这个地方五六年没人踏入一步 你要是找出事情来 你 你干什么 你给我滚 你别杀着孩子 孩子 孩子听话 要是出去 千万不要对别人讲 你来过这里 快走 快走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孩子 是个杀孩子 我知道他是谁 快到了 看来你们得的是同一种疾病 跟刘掌柜的孙子一样 这是一种传染病 我们还得赶紧治疗 那就请大师给我们开个药方吧 如果能治好 我们一定到佛前醒 药 我这里倒是有几位 怕不够 冰川县城 未必有 那怎么办 再耽搁几天 我媳妇怕坚持不住了 是 是 快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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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老师傅 您这担的是什么 药 您怎么知道我们需要药 做了这么多年和尚 还没得先知先觉 昨天我一看天上这一心 出家人不打妄语 我没有先知先觉 是他 阿弥陀佛 大大师 大师啊 您救了我的儿子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我语说 救人一命 胜造奇奇浮屠 我想您的药方既然能救我的儿子 现在冰川的许多乡亲都得了这种怪病 所以我想您一定能救他们的命 所以 我就去买了这些药 这么多药 要很多钱的吧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我正在为这事发愁呢 了臣法师就来我家了 他说他知道我需要什么东西 他就把贫宿积攒的银子 全都拿出来了 跟我到大理办了这些药材 佛弥陀佛 老法师 您功德无量啊 钱财乃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这是多年前一个财主 施舍给我的 叫我修庙 我不会修缈 我只会修路 也许有用的着的时候 老和尚在哪呢 让他们出来 拿破 meeting 出马 有人抢钱来了 还是他才良 啥事 他还没怎么办 fahren出来 老和尚图了 快点儿图了 快图了 快图了 老和尚 你在这干什么 买剧中闹市吗 这怎么回事 列为师父 以及列为谈乐慈悲 贫僧并无俱众 更无闹事之心 只是想借一处荒废的破寺 搭建草棚 拜佛进修 这些善信 你可知道基租山的规矩 我知道基租山不准留单 所以不能挂单 只好借荒庙搭棚修行 你既然知道本山不准留单 也应该知道 本山不准外人修庙搭棚 擅自收取香火钱 我们在此居住 只是为了修行 绝无收取香火钱的意思 你不收香火钱 这是什么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这是一个老和尚 送给我们师父的 对啊 老和尚 你怎么不说话 贪人好聚财 恰似骄爱子 子大儿时母 财多避害人的 散财既生福 俱财货未起 无财义无货 古番风云里 如果这钱是这个风河上所得 那更应该充公 那跟钱有关系 诸位师父将银子拿走也就罢了 但请列位师父弹乐 允许贫纳在此进修 什么静修动修的 本山历代有历归 分本山子孙不得拘留 你快快收拾东西 滚吧 请问这位师父 此地是公地还是私地 我不管它是公地还是母地 关你屁事 如属私地 我们即刻就走 如属公地 人人可以拘留 放屁 这是本山几十年的规矩 总之不许外地和尚拘留 地是公地 山是荒山 凭什么不许外地的和尚再次拘留 莫非基族山部署大清管辖吗 这什么鸟 打走这个和尚 妈 老师傅 看来您是打定逐一步走了 请诸位师傅给予方便 常言道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中国之大寺庙之多 师傅 您何必在此难为我们 贫那绝无难为各位之意 还请各位师傅给予方便吧 早就听别人说 他说 整个基族山就博于安这个地方邪气住 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没人居住 来 对于这个邪气汇聚之所 最好 最好的办法是烧了他 你说对吗 一切业障缘 皆从妄想生 如果诸位 如果诸位一定要毁掉贫那这一七身之地的话 贫那也只好随着 博于安一起化为灰烬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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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个人的生死个人断 个人的因果个人了 好 收 上 上 你小动吧闲事 否则别怪我们 不客气 你不客气 我客气 你生气来 我不气 气出病来 肥人屁 有人骂老僧 老僧只说好 有人打老僧 老僧四吹倒 有人打老僧 老僧自睡倒 兔磨在脸上 随风自干了 你也省力气 我也省烦恼 我来向禅师讨教几招 我看世间人各个争一起 文秀才 你来动了 风和尚 不也漏了争容了吗 好 那咱俩俩就耍一回把戏 二师兄 他会 这叫真人不露相 好 文秀才的姑父果然了得 等等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大慈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救救文秀才吧 快来救救文秀才吧 笑 死到临头的是你 为何让菩萨来救我 我死了 尘归尘 土归土 可你打死了我 你可就破了杀戒了 所以 我要菩萨来救救你 菩萨 救救文秀才的灵魂吧 救你自己吧 住手 菩萨 孟灵 孟灵 帮我照看点身边的姐姐 你放心 有我孟灵在 走 何处高人 也来着积足山凑这个热闹 都是佛门中人 何必以死相争 文秀才 我就知道土彩会来救你的 慢 你真想阻止我 得饶人处且饶人 那得看看你 有没有让我饶人的本事 看这 好恐怖 好啊 这么大 你看 他们打起来了 这个无礼怎么又打架了 放心吧 打架的本事还有个事 你不是真的 救手 事事非非何事了 烦烦恼恼几时休啊 我们清静之地 五刀弄棒的 成何剃头 师父 我 对 今天的争执想必是因为长老而起吧 贫娜只想借伯焉一片荒地搭蓬敬休 别无他意 请法师慈悲成全吧 本山历代历有规矩 各大小四安 只允许总助持敌传徒孙拘留 这主要是考虑僧团队伍的清纯 如今兵荒马乱 许多鸡鸣狗盗之徒 学了发就混进僧团 真家难辩 起来吧 谢师父 传我的话 给山上各司安 今后这不愈安 就由徐云和尚注食